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白 好了 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个叫做 陆克 好不好 我们来介绍快打旋风系列的陆克啊 哇 我拜师还没拿到哎 拜生啊 不是拜师 拜生还没拿到啊 那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陆克啊 陆克那我们可以转化 哇 转化67等哎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做 黄鼠性平衡型然后陆克黄鼠性平衡型的角色啦 那队长技能就是平衡型格斗加攻击力增加40% 暴击伤害量增加50% 哇 他加暴击伤害量想必他的核心应该是有加暴击哦 那我们看一下详细能力值哦 那他是平衡型但是他着重于攻击性 攻击力的平衡型角色那攻击力有13286 防御率78474 那贯穿率2165 暴击率8.9 暴击伤害率146.9 所以他真的是有那个啦 他真的是有加暴击跟暴击伤害量啦 那我们看核心哦 那ss的 sp的格斗家呢标配就是增加能量槽30% 那暴击率加2.4 那暴击伤害率加30% 那掌风 掌风伤害量增加6% 那增加打击率8% 哇 加掌风又加打击率耶 那攻击力加840 那被动技能呢 前职特殊部队员 前职特殊部队员主动即命中时神圣状态敌人时 主动技主动技命中神圣状态敌人时 对象残余神圣伤害追加5.5倍并解除神圣 冷却时间1秒 哇 这个跟好鬼一样耶 好鬼是灼伤啊 那陆柯是神圣啊 但是呢 比较麻烦的就是 没有一个队长技能有加神圣伤害的啊 没有像陆柯还有漂亮比例可以加他的灼伤伤害啊 所以就比较麻烦了哈 那受到攻击时30%几率 攻击的敌人陷入1.5秒的晕眩 冷却时间15秒 那这个攻击30%几率有晕眩 那好鬼呢 是攻击几率里面有1.5秒的恐惧 好不好 恐惧 那刚好相反哦 刚好不一样啦 不是相反 刚好是不一样啦 陆柯是晕眩啊 好鬼是头 那个恐惧 那电玩游戏粉丝 杀术 杀术爆破命中时 40%几率主动冷却重置 40%几率冷却 那个主动计冷却时间重置 冷却时间13秒 杀术还是杀热啊 应该是杀术吧 我记得了 没关系啦 我们的杀术杀术杀热啊 爆破命中时啊 40%几率冷却时间重置啊 等一下可以试试看看几率有多高啦 好的 那缘分呢 那主要格斗家还是一样就是街霸5的啊 那个格斗家然后可以减少CD又可以减少攻击又可以增加能量草 那等一下我们也是用这一个方式去当缘分 哎不没有 这一次不用 这次要不一样的缘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哪里不一样 那EX的就没有讲了哦 那觉醒的也没有讲了哦 都是一样的哦 那杀术爆破呢 是掌风技能了哦 那他有-12秒的光辉 就是每一秒造成攻击力50%的神圣伤害 所以杀术爆破 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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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不知道啊 杀术 杀术爆破呢 那主动机1呢能造成神圣伤害 那命中或包含防守超必杀戏冷却时间减少5秒 那闪光沙 就是主动那个打击型的哦 这个也有加也有-12秒的光辉伤害 然后1秒造成攻击力50%的神圣伤害 然后战力浮空都可以使用 那再来就是进击灭杀的追击灭杀 那他战力浮空都可以使用了哦 那3秒内套用极限护甲 那我们要增加攻击力 追击灭杀有5秒内增加60%的攻击力 那要先发动 先发动主动机3 然后再发动主动机2 321 好不好321 321的话你发动杀术爆破的时候有40%的几率 美确时间重置 看可不可以有一个几率就可以让他再发动第2次的主动机 所以是321 那我们可以玩一下这一个超必杀剂 超必杀剂有22.5秒跟22.2秒 那是3 都是3 3GP 然后3P 3PG 3气必杀 然后一个是掌风 那一个是打击型 都22秒 那我们假设说发动主动机1的时候 他可以减免5秒 我们就可以玩一下这个 减免超必杀剂冷却时间的那一个玩法 那我们看一下预览技能 嗯 这个搜寻时间太久了 杀术爆破 杀热杀术造成神圣伤害 闪光杀 也是神圣伤害 那有点小声 晋级灭杀 晋级灭杀 空爆燃烧 空爆燃烧弹EX 接灭者 火力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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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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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接灭者 好嘞 让我们来玩看看这一个 露克 好不好 来我们看看他怎么玩啊 好的那这就是我对露克的一个组合啦好不好组合 那我们用的是这个叫做是95的包子哥 博拳虫 好不好 95包子哥 博拳 哎 衰拳虫啦 博拳虫 这是追吧 反正就是包子哥啦 95包子哥 那他的队长技能就是所有格斗家超必杀技 伤害量增加50%哦 所有超 所有格斗家的超必杀技伤害量增加50%哦 那我们的 露克呢 是用我们的这个 这很慢呢 就我们这一个套卡啦好不好 我们用加攻击力的套卡嘞好不好 套卡然后这个就是0与1 之间的真心好不好套卡 那我们的属性卡呢就是用这个那暴击率增加1.7那刚好他又加暴击率哦他刚好加暴击率那暴击率增加1.7然后超必杀技基本冷却时间减少2.1秒哦好不好减少2.1秒那我们有两张好不好两张 那两张呢就是减少4.2秒好不好然后再发动主动计1再减掉5秒好不好这样就多少了9.2秒好不好9.2秒那这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我们配合的这个缘分 配合的这个缘分只是安齐 punch好不好打手技能辅助行那战斗中的队隊员主动可以冷却时间减少1秒超必杀写冷却时间减少3秒 所以我们就是4.2秒再加5秒 在加5秒 交3秒就是12.2秒好不好12.2秒那12.2秒的状况下呢看那就变成77秒多啦好不好7秒就可以了 7秒多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超必殺技是22點多秒 那12秒還有不對不對 這12點2秒的話就還有10秒 10秒夠了吧 你主動技打一打然後 就差不多了對不對 因為有兩個 因為有兩個那個 超必殺技等著你用嗎 好的我們的訴求就是這樣了 我們就來玩這一個組合了好不好 那我們一樣 來找一下我們的炮灰風 炮灰風哪來啦 哦剛好黃色的 哇怎麼剛好他都是黃屬性 好吧打一下囉 試看看啦齁這個隊長技能 叫出來 嗯發動三 二 一 哎 哎 看怎麼那麼快就被給我幹掉了 哈哈哈哈 這麼快就被看掉了 那我們應該找一個比較耐打的囉好不好 哎呀我們換一下關啦現在 炮灰風那已經不能滿足現在的那個 現在的那個那個 那個新新的格鬥家了 一隻是 哎呦 怎麼會選啊 好不好那我們來打一下那個好了戰鬥卡副本 哎算錯了 三萬七啊 三萬七 那我們來選一下 四萬八好了吧 打久一點啦 我們還是進去啦齁 反正他可以像好鬼一樣 試看看囉 看我們可以用多花一點那個 更快發動炒筆撒技 看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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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必殺技先發一個哦 先發超必殺技哦 發完之後 我們 叫一下安琪 再發動主動技一 哎 為什麼他沒有倒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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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40% 等確時間重置 發動 發動 發動必殺必殺技 發動主動技一 喔 這麼快 這麼快 根本用不到安琪啊 他這個必殺技 就已經 就已經那個 再發動主動技 哇 這個可以連續發 他真的可以主動技 連續發好幾次 對方耐打的話就可以發好幾次 根本用不到安琪啊 來吧 繼續 發動主動技 超必殺技 然後再發動主動技1 就可以再發一次了 發動主動技1 但是我沒有CD 再發一次 再發一次 超必殺技隨便你用啊 再一次喔 發動主動技1 變到0了 再發動 超必殺技隨便你用啊 爽吧 再來一次 發動主動技1 再發動超必殺技1 我安琪 我安琪都用不到啊 怎麼會這樣啊 再來一次 發動主動技1 安琪 安琪發下去 再發動主動技1 再發動超必殺技1 水 爽啊 再來一次啊 怎麼打不死啊 再發動主動技1 再發動主動技 再發動超必殺技啊 我安琪 我安琪 KO 走啦 就是這樣啦 好不好 剛剛泡尾鋒打不贏啊 不是打不贏 是對方打不贏 一下就秒掉啦 現在打這個 戰鬥卡副本啊 就可以看出來他可以一次發 好幾次啊 而且又有隊長技能加成啊 又有隊長技能那個超必殺技 那個傷害量增加50%啊 哇塞 雖然說他 他的那個戰力 哦 戰力遠遠高於有1萬多啊 但是我們還是一樣造造贏啊 你知道嗎 這樣就可以 超必殺技 無限暢贏隨便你用好不好 剛剛就看得出來吧 打boss的時候 好的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路克 李白的介紹玩法組合啦 好不好 希望大家會喜歡啊 因為這個是用那個 用那個95包子哥 好不好95包子哥 全重 去配合出來的哦 然後本來還想說用安琪 本來還想說用安琪啊 安琪他可以再 減少那個 減少一下 那縮減一下那個超必殺技的 CD值3秒啦 但是看起來用不到了 除非第二次的時候還差1秒 就放安琪出來 就可以再發一次超必殺技囉 那剛剛打boss的時候 大家應該都看到了 所以 就是 盡情的 畅快的使用他的超必殺技啊 好不好 好的 我是底白 我是底白 我們下次影片見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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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